我们这期视频来学习写飘字 飘这个字我们从大框架上来分析的话 要注意这三点 首先第一点 飘这个字它是左斜右正的 左边这个飘你看 左低右高往右上倾斜 然后右半边这个封字要正一些 这是第一点 左斜右正你要给它写好 然后第二点 这个字它应该是左边整体偏高一点点 然后右边整体稍微偏低一点点的 左边高右边低 这一点要注意 那第三点 这个字它左右两边基本上是等宽的 你看左边斜钩往左边延伸 然后右半边 左边这个横往左边延伸 然后右边斜钩往右下延伸出去 其实左右两边 不管是在长度还是宽度上 基本上都是旗鼓相当的 我们现在来看细节 我们边写边讲 飘字 首先左半边大家看一下 横往右上砍尖 你不要给它写平了 左边倾斜会显得灵动 字比较灵动 你不能左右两边都写四平八稳的 太板 这样写的话会显得太板 左边是左低右高往右上倾斜的 你看横往右下顿 好 方折 然后两竖 竖也竖倒数倒数倒数 间距要相等 这是小细节 然后横 这里要给它收紧一些 然后横 你看这个横 相比划 方向都是平行的 然后第二横 往左下延伸 往左边延伸出去 这边是对齐的 不要往右边延伸过去 左边长右边短 然后竖钩 好 点 点 左边点可以稍微离远一点 右边点要离近一些 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左半边票字 它是不是左低又高 整个字你看 往右上倾斜 斜着写的 这样写的话会写的这个字 它比较精神气 然后右半边封字 它齐比的位置很关键 要比左半边略低一些 从这开始 大家看一下 哎 撇要竖向下来 这个撇不要伸展长 然后接上去之后 往右上扛肩 好 往右下顿 微微的往里内收 不要给它写夸 好 往下走 好 向上出钩 上面你看比它低一点 然后下面这个斜钩 也要比它 伸展长一些 整个右半边 要稍微偏低一点点 然后 鞋和点 靠上鞋 这是票字的写法 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 左边往右上倾斜 右半边写正一些 左边高 右边低 然后左右两边 其实宽度上是差不多的 起往这走 斜钩往右下走 好 我们再来给大家演示一遍啊 这个票字 首先 横 往右上扛肩 然后 这个横要写短一些啊 然后中间这个 你看 口要扁一些 笔画之间 间距要匀称 然后横 横向笔画之间 方向要平行 这一点远一些 这一点近一些 这是左半边 斜着写的 然后右半边 注意 起比略低一些 这个封字 然后横 往右上扛肩 往右下顿 好 向上出钩 横 折斜钩 往下走 大家看一下 左右两边宽度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然后 撇点 这是 飘字的写法啊 你看左边高 右边要整体偏低 一点点 当然你这个错位 不要凑得太严重啊 左边比右边 稍微高一点点 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期视频 飘酒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打赏了 好了 我说 好